我們來看有一個情形 請問你有沒有可能 我今天透過搜尋情找的關鍵字 找不到太多資料 或者說找不到你要的資料 有沒有這種情形發生 這個有幾種原因 第一個你找錯關鍵字 找錯關鍵字當然要怪你啊 對不對 因為你找錯當然就找不到你要的 第二種是 但是你要找的這個資料 真的網路上就這個資料比較少 或比較新 他可能這類資料比較少 請問你如果遇到搜尋情 也找不到你要的資料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你平常的做法會怎麼辦 就開始做法 抽一個來問一下好不好 來來來來 好 訪客 訪客真的錯過 啊佳泰 這男生嘛 來來來 請問如果搜尋情 因為大部分大家常用就是Google 你有沒有在用Yahoo找資料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那個問題裡面好像有一題是 Yahoo的搜尋情請問現在是誰的 不是不是Google的 Yahoo搜尋情現在是哪一家提供的 對微軟提供的 這個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Yahoo在這裡 如果你用這個搜尋情 不管你是新聞還是那個都一樣 就是你這樣去搜尋 比如說我們找這個 我找這個叫Google快訊 好 你看一下 欸 你有沒有覺得看起來這畫面似曾相似 我寫一篇部落格了 把這邊找到的 我真的直接給你看一下 這個我複製一下 我用Google找一次給你看 好 然後放左邊 這裡 一個放在左手邊 一個放在右手邊 這樣比對一下 來 請問 你有沒有覺得 兩個長得很像 蛤 有吧 對不對 兩個長得蠻像的 事實上 如果你直接到什麼 我直接到那個MSN 我們先看一下 到底這是誰提供的 往下走 這裡應該會有寫 不見了 好 我到MSN找給你看 好 點進來 你有沒有覺得一種似曾相似的感覺 這樣 微軟打不過就加入嘛 你有覺得哪裡不一樣嗎 有 我很明顯看到一個地方不一樣 對 夠不一樣 剩下的 剩下的 顏色一點點不一樣 其他長的都一樣 有沒有都差不多 連人家這裡有這個 我們家也有一個三角形 剛剛不是有講說庫存頁面嗎 這樣如果把logo遮掉 你會不會誤會這是Google的 也會吧 所以 所以 事實上 之前那個Yahoo的就是 用MSN提供的 就微軟提供的 所以 搜尋情事實上 Yahoo真的不行 難怪被賣那麼多次 他真的 本業都不行了 好 那回到這來 我們剛剛講過這個之後 就是 如果你遇到 加按 請問一下 如果你 打的這個關鍵字 找不到你要的資料 不管你用Google也好 用這個 MSN也好 就是 微軟的也好 找不到這個時候 請問你會怎麼做 蛤 問朋友 問朋友 朋友比Google厲害一點 還是找圖書館 萬一都沒有咧 請問你還多 你多久的時間 還會再去找一下這個關鍵字 也許隔天會去找一下 然後呢 隔兩天 隔三天 再來就一個禮拜 一個月 再沒有 管他的 是不是你就不會再去關注這件事情了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這裡有個東西 你可以試看看 就是我剛剛找到那個關鍵字 叫Google快訊 其實關鍵字是可以訂閱的 因為你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找不到資料 不代表明天沒有 不代表後天沒有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訂閱的 你可以用訂閱的 那我也建議各位 有空 查一下你在網路上的知名度 真的啊 早上有講過嘛 你平常多久會查一次你在網路上的知名度 不是很確定喔 我一個禮拜查一次 但是我不是那麼無聊 每次就打一下我的名字 不用那麼麻煩 我用訂閱的就好了 來給你看一下這裡 這邊呢 你如果登錄我們的Google之後呢 在這裡 Google快訊 找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 我在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這是我用學校那個信箱的 學校信箱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增加 增加的話 你想要說 找看看 你的關鍵字 你可以先搜尋一下 比如說 我想要找一下 數文老師 網路上有沒有人 針對這個部分 因為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要特別注意一下 以前啊 我有發生 有發現過一件事情 因為我在 某間學校 因為有兼課 結果 那位承辦的老師 他就把我的 履歷上的資料 就直接上網 履歷上的資料 是有比較多個人的 隱私的部分 包括身份證 電話 住址 通通都有 所以 我就不小心看到了 嘿 我就馬上跟他講 麻煩你那個要下架一下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先搜尋一下 比如說 你可以先搜尋 那 你如果找到了之後呢 假設這邊 沒有找到也沒關係 有沒有叫建立快訓 那麼這裡有一個選項 你可以選擇 我一天幫我查一次 還是有查到就送給我 甚至是一個禮拜查一次 有沒有 一個禮拜查一次就好啦 因為像以我來講 如果你找自己的名字 你可以像這樣找就好 那你的來源是 來自於新聞啊 雜誌啊 網頁啊 都可以 那一般來講 通常因為我們已經找不到太多資料 所以 我就不挑了 有就好 所以就自動吧 對不對 盡量越多越好啊 所以我就自動的 只要有這方面的訊息 我都要 好 然後呢 你要不要限定哪一個地區 要不要送給你最佳結果 他就會送到你的信箱裡面去 好 就會送到你的信箱裡面去 那 好了之後呢 你看我建立好了 你隨時也可以把這個怎麼樣 把這個把它刪掉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有一段時間 因為你總是比如說你做報告也好啦 或者你在學習上 可能有一段時間你會關注某些主題嘛 我希望說比較快收集到資料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像這樣交給機器人處理就好 這樣清楚 好 所以 你可以真的可以查一下自己的網路上的知名度 搞不好你有一些個字是真的留在上面的 哈哈 真的真的 有些人會不小心啊 不小心就把你的資料丟出來 好 這個是我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事實上有這樣的服務存在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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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ruction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